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年前的这台手术 脑外科医生李文良原本计划要切除一个脑部的肿瘤 但是他在开炉探查后什么也没有做 就命令助手关闭了炉枪 李文良发现这个病人的肿瘤长在了脑干上 这个部位是脑科手术的进区 脑干肿瘤对手术的制裁率或死亡率极高 可以说在比脑部硬和其他部的肿瘤 致死率都高 这正是因为这个脑干是一个生命中枢所在地 所以说它很容易出现严重的病发症 十年来 这台失败的手术一直都在促使李文良医生寻找治疗脑干肿瘤的方法 这是一具距今五千年前的人类头骨 这具头骨上面有明显的钻孔痕迹 考古学家的研究显示 这具头骨的主人曾经被实施过某种颅骨手术 此后还存活了两年之久 颅骨切开术很可能是人类掌握的第一种手术方法 然而就算到了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 要想在脑干这个部位切除肿瘤 仍然是全世界医生的梦想 脑干对手术本身的出血和术中的闯伤 它的急性损害耐出力是极差的 在手术当中精湛的手术记忆 其实对脑干的充分认识是非常关键的 也是手术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步 李文良从1983年进入白秋温医科大学的时候开始 就对人类脑部的构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这就是人类的脑部 它被分为大脑、小脑和脑干三个区域 大脑掌握着人类的运动、感觉、语言和认知功能 小脑则主要是维持身体的平衡 位于脑部最下方的脑干 这个部位在脑部的三个区域中是最小的 但是这个部位历来被医生们称为生命中枢 这个是整个脑的一个模型 这是鹅叶、孽叶、枕叶、这是小脑 中间这个颅底这部分这是脑干 脑干整个是分三部分 一个是中脑、小脑、盐水 周围有一些重要的血管包养 包括小脑前下动脑、后下动脑、内停动脑、小脑上动脑 还有一些机体动脑等等 这些动脑都围绕脑干周围 所以说在脑干肿瘤手术当中 一定要躲避这些重要的神经血管 这样才能使这个时候减少它的病发症发生 脑干是一个柱状的结构 它包括中脑、脑桥和盐水三个部分 是连接脊椎和大脑的唯一通路 脑干这个部位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在这个灰白色的组织中 包含了十二条颅神经中的十条 掌控着人体心血管运动中枢和呼吸中枢 如果脑干出现异常状况 这就意味着人体会心跳骤停 血压下降、呼吸中止 脑干肿瘤就偏偏长在了这个控制人体生命中枢的部位上 这个是一个男性二六岁一个病人道 盐水的一个肿瘤病人 这个发黑色的 看到吗 这个黑色周围有一圈全化白的 一直到这儿 这个轮廓都是肿瘤 所以说从这个片子看 正常的盐水几乎就看不到了 几乎都肿瘤了 李文良曾经想过用化疗的方法来治疗脑干肿瘤 但是向血管里注射的药物几乎都无法到达大脑 对于被称为神经中枢的脑部 人类有一种天然的保护机制 这种机制被称为血脑屏障 这种屏障由无数毛细血管组成 它们能够阻止有害物质 通过血液传输到脑组织 维护中枢神经系统的正常状态 二十世纪初的一项实验 证明了血脑屏障的存在 研究者给动物注射了一种蓝色的药剂 之后发现动物的全身组织都变成了蓝色 唯独脑组织没有变色 化疗从原则上来讲 是可以用于脑恶性胶脂瘤的 但由于化疗受血脑屏障 及药物毒副作用的限制 效果不满意 常用的治疗脑胶脂瘤的几种需要 有效率也均在30%以下 正是由于血脑屏障的存在 李文良医生给患有脑干肿瘤的儿童 注射的化学药物根本不能到达脑部 更别说作用于肿瘤部位了 在20世纪60年代 对于脑干肿瘤这样的疾病 全世界的医生都束手无策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的病情恶化下去 然而随着医疗诊断技术的进步 尤其是CT和核磁共振这样的检查手段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脑干肿瘤被发现了 这种疾病甚至出现了 让李文良医生最为担忧的一种变化 脑干肿瘤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 5到10岁的儿童身上 脑干肿瘤 它的发病年龄比较有特点 它只有两个高峰 第一个高峰就在5到10岁之间 第二个高峰是在40到50岁之间 因此把脑干肿瘤分为儿童型和成人型 这种长在脑干上的肿瘤 会导致儿童出现视力障碍 他们看东西变得模糊和有重影 走路也常常摔跤 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偏瘫 儿童肿瘤呢 它与成年人肿瘤症状的大体质 但它也有它独特的症状 比如它在性格改变比较明显 它常表现小孩有些躁动啊 烦躁啊 还有一些思维缓慢啊 再有一些不正常思维 像水底大有变啊 等等这些症状 李文良发现 这是由于肿瘤侵占了脑干中的神经系统造成的 脑干中包含有十对卢神经 其中的三叉神经 是掌管人体肢体运动功能的重要神经 脑干肿瘤常常侵占了这条神经的位置 从而导致患有脑干肿瘤的儿童出现偏瘫的症状 当李文良发现越来越多的儿童患有脑干肿瘤时 他开始意识到 必须要找到方法来治愈这种疾病 否则 这些儿童就不仅仅是偏瘫那么简单 肿瘤持续生长 不到半年就会夺取这些儿童的生命 早在医学院学习时代 李文良就被告知脑干是手术的禁区 在这个部位做任何的切除 都会对人体的神经中枢造成致命的打击 更可怕的是 人类的神经不具备任何自我修复的能力 也就是说他们一旦受损 这种损伤将会永久持续下去 无法弥补 采用放射疗法来治疗癌症的方法 让李文良看到了治愈脑干肿瘤的希望 在显微手术开展以前 放射治疗几乎是脑干肿瘤的一种常规性治疗 放射治疗对一部分脑肿瘤 比如水母细胞瘤 死管膜瘤 相对比较敏感一些 1967年 瑞典的神经外科医生雷克赛尔博士 发明了世界第一台头部伽玛刀治疗仪 这种治疗仪能够用射线杀死癌细胞 同时又不对癌细胞借以生长的组织产生任何伤害 李文良利用这种看不见的射线 就能够杀死脑干上的肿瘤 而脑干中的神经细胞又不会遭受任何损伤 然而 在伽玛刀诞生的那个时代 医生们还不能找到脑干肿瘤的确切位置 在30年前 医生们如果发现病人出现双侧的肢体行动障碍 并且炉内的压力增高 就会认为他们发生了脑干肿瘤 然而 这个肿瘤到底在脑干的什么部位 却很难被检查出来 当时所依赖的检查设备只有气脑造影技术 气脑造影呢 就是通过腰酸往里注射气体 使整个脑石系统显映 这样呢 通过脑石的受压一味情况 来间接判断脑干肿瘤的存在 但是 这种气脑造影技术 只能判断出肿瘤是在大脑 小脑还是脑干 它所能提供的信息非常粗略 不能实现精确定位 如果不能实现精确定位 那么 头部伽马刀疗法就无法开展 于是 这项技术几乎被搁置了20年之久 为了克服伽马刀技术的局限性 2001年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约翰·阿德勒教授 发明了一种新型的放射治疗仪器 这就是射波刀 射波刀的定位系统非常先进 它甚至能够跟踪人的呼吸频率 识别出肿瘤位置伴随呼吸发生的移动 射波刀通过追踪这些运动轨迹 命令机械手臂随之运动 确保照射部位始终对着肿瘤 这些射线的定位极为准确 误差不超过一毫米 因此 肿瘤周围那些正常的组织 并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李文良发现 这名儿童在接受了射波刀治疗后 脑干部位的肿瘤消失了 他立刻采用同样的方法 为另一名儿童进行了射波刀治疗 但是 李文良却发现第二名儿童的治疗效果 却并不明显 在临床实践中 李文良发现这种现象并非偶然 患有脑干肿瘤的儿童采用放射治疗 有的效果就很好 有的效果就不太明显 另外一部分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效果 这个现象让李文良迷惑不解 在研究了大量脑干细胞的病理分析之后 李文良终于找到了引起治疗结果不一致的原因 放射治疗只能杀死随母细胞瘤 然而90%的脑干肿瘤都不属于随母细胞瘤 这些类型的肿瘤对放射线不敏感 因此放射线不能将这些肿瘤杀灭 这就是说放射治疗对大部分患有脑干肿瘤的儿童来说 都是无效的 同时李文良还发现了一个更为可怕的现象 接受放射线的病人 长期以后可能会出现生长停滞 其他的内分泌疾病 认知和听力的伤害 同时也可能造成血管狭窄导致的梗塞 对部分病人也可能诱发外形病变 患有脑干肿瘤的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 接受了过多的放射线照射 这很可能会让他们的生长发育停止 基于这样的现实因素 李文良医生再也不会贸然的给患有脑干肿瘤的儿童进行放射治疗了 放疗和化疗对于许多脑干肿瘤都是无效的 李文良只好把治愈脑干肿瘤的希望 重新放到了开颅手术上 用手术的方法来清除脑部的肿瘤 医生们掌握这种技术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 1968年 一位叫做普尔的医生进行了三粒脑干肿瘤的切除手术 他在报告中描述说 手术之后患者的生存期明显延长了 这一结果打破了脑干式手术禁区的说法 但是早期的脑干肿瘤切除手术是非常危险的 1975年 医生维尔塔尼描述了他进行的20例脑干肿瘤手术 20人中手术的死亡率是60% 脑干肿瘤有两种特殊类型是应该特殊提出来的 一种就是巧脑的泥漫性肿瘤 它生长特性就是高度起习性 这种类型一般都无法手术 还有一种类型就是中脑的顶盖肿瘤 它自然史比较长 一般只适合于做分流手术 并同时做密切观察 李文良研究了脑干肿瘤的生长规律 他发现生长在脑干的肿瘤 大多数呈现出一个固定的形状 这个形状非常类似于星性的图案 因此脑干部位的肿瘤 大多数被称为星形胶质瘤 脑干胶质瘤呢 根据它的生物学特点呢 它有两种特殊类型 一种就是巧脑的泥漫性胶质瘤 这种类型的肿瘤呢 它往往就是有 像正常脑干组织这个 侵袭性非常强 和正常脑干没有明确的界限 所以很难 手术切除 作为外科医生 李文良一点也不觉得 这些星形的图案有多么漂亮 相反 这种形状的肿瘤是医生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医生们更喜欢那些形状规则的球形肿瘤 因为规则的肿瘤最方便切除 脑干的星形肿瘤是非常可怕的 它的生长方式是一种浸润式的生长 肿瘤会慢慢侵蚀脑干的正常组织 交错镶嵌地生长在这些正常组织当中 脑干肿瘤和正常的脑组织通常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 要想把这样的肿瘤完全切除 势必要对脑干的正常组织造成极大的伤害 由于脑干肿瘤的手术是一个高风险手术 所以做好充分的术前准备十分重要 也是决定手术成功的关键 李文良发现 脑干处的肿瘤大多数属于胶质细胞瘤 这些胶质细胞在整个脑细胞中算是级别最低的一种 因此损坏这些胶质细胞 对脑部的神经功能并不会造成太过严重的影响 在脑干这个部位切除肿瘤是有可能的 但是施行这种手术的前提在于 医生一定要看清楚 自己切除的组织究竟是肿瘤还是正常的脑细胞 这种肿瘤往往流体不大 但是脚早能把脑脊移循环堵塞而造成耿主性脑细水 所以说一般只适合做脑细腔分流手术解决脑细水 另外因为它病死病程比较长 所以说往往就需要密切观察 这就是李文良用来进行脑部手术时使用的显微镜 李文良现在进行的脑干肿瘤手术 就是在这台显微镜下完成的 李文良从肿瘤最接近脑干表面的部位进入水内 找到了一个灰色的肿瘤组织 这个肿瘤组织类似于一个囊肿 里面充满了黄绿色的液体 李文良将这些黄绿色的液体吸出来之后 仔细地将肿瘤和正常脑组织分离开来 这是枕后正中气候 也是常常用于盐水肿瘤切除 这个手术主要是把枕骨打开 把枕大恐怖源将小脑扁道体抬起 暴露这个盐水 这个就是盐水 暴露盐水以后 可以把盐水找到肿瘤最薄区域 进行肿瘤切除 虽然李文良的手术视野被放大了12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手术没有风险 在手术的过程中 尤其是切除肿瘤的时候 很容易牵拉到呼吸中枢 出现呼吸骤停的现象 面对这样的危险 李文良会马上指挥麻醉医生 进行呼吸机治疗 虽然是在电子显微镜的辅助下 进行手术操作 但是脑干肿瘤的切除 仍然可能会导致神经的损伤 最主要的后遗症 就是因为损伤了神经 导致卢神经出现麻痹的症状 要避免损伤神经 首先就取决于医生的手术技巧 李文良的显微镜手术操作 动作非常轻柔 手术下刀部位又十分精确 面对手术中患者呼吸 骤停等突发状况 李文良总是能够冷静应对 这些技术和经验 使他的脑干肿瘤切除术 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 颅神经不受损伤 李文良的手术操作 通常还能够使那些 在手术前就变得很脆弱的神经 在手术后恢复一定的功能 这些人现在术后已经三个月了 这次三个月也有胡杂 这是手术前的片子 这个刀部看得非常清楚 从营养学看似乎还有一个界限 这已经累积到高位井随 这是肿瘤的一个轮廓 现在这个片子你看整个盐随这个轮廓 现在基本都比较均匀了 这个信号也比较均匀 最主要就是这个 原先被肿瘤压 或者第四脑时 现在已经显得很清楚了 虽然李文良已经可以 很好的治疗脑干肿瘤 然而这种疾病的治疗现状 仍然让他充满了忧虑 脑干肿瘤的早期症状并不明显 很多儿童被确诊时 神经功能已经遭到了破坏 他的手术虽然能够切除肿瘤 却无法让这些被破坏的神经得到恢复 一百多年前 他创立了世界豪华饭店的行业标准 他出身于与世隔绝的瑞士小山村 却最终成了巴黎名利场上的大亨 从大字不识几个的杂工 成为现代酒店管理方法的奠基人 明天同一时间请收看人物栏目 酒店管理大师凯撒米兹 до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